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 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将于本月25日至26日访华 在天津与中方外交高层会面 随后有记者向中方发言人支持此事 得到肯定的答案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深夜宣布 经双方商领谢尔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 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 会和谢尔曼会谈 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谢尔曼对于中国的访华 此前多次放出风声最终都不了了之 不难猜测是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如今中美重启对话一事正式敲定 想来是中方在美方的苦苦哀求下 决定给美方一次机会 从这也就足以看出 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对话并不死心 据悉美国非常看重谢尔曼此次访问活动 除了支持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后 首次高级官员面对面的对话以外 也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必须请中国帮忙 疫情期间美国经济受到巨大的重击 失业率居高不下 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遭遇了危机 虽然如今该国的经济正在逐渐恢复 但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速增长 加上因为美国政府两次通过纾困案 向美国民众发放了不少美元 还向企业投入了许多资金 一度导致美国市场上多出来许多美元 造成美国物价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通货膨胀急需中国的拯救 毕竟只有中国走出了疫情的阴影 再者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不仅可以提供大量工业品 而且还有雄厚的资金 能够帮助美国走出困境 简单来说 美国目前急需中国的资金 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债券 也正因如此 美国迫切地想跟中国进行对话 也是有求于中国 希尔曼作为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希尔曼访华是第一步 是为后续进一步的接触做准备工作 可美国如今也必须认清一个事实 现在是美国有求于中国 中美决策正在发生互换 中方早就把话挑明了 中国希望能跟美国坐下来谈 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带着诚意来 否则磕头也没用 如果美国坚持对抗中国的战略 确实就是美国自己关闭中美对话大门的 就如国人所言 穷人就得有个穷人的态度 别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 中国不知这一套 中美决策发生互换 这次中国说的算 王伯邦且不说美国是否会在脱离危机后 反过来重新对付中国 仅从想要从中国帮忙之理来说 美国必须拿出诚意来 不然可以肯定的是 就算希尔曼这次访华了 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7月20日 英国勒兹兹的宣布 一支沙白女王号航母访问日本后 英国就会顺势留下两艘军舰 永久驻军日本 并且随同的还有另外一支 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 冰海应对小组 这件事在国内可以说是闹得十分激烈 不少人对英国表示了气氛非常 各种相对立的话也没少说 不过如今有一件事 或许可以令大家开心开心 英国盯着中国胡志丹丹 口水直流 却不知自己大后方 却被伊朗直接叫把了 根据美国海军学员网站 18日报道的一则消息 两艘伊朗军舰正在靠近 英国的家门口 英吉利海峡 其中还有一艘伊朗的准航母 默克兰号海上激利舰 以及另一艘伊朗 自己生产的萨汉德号驱逐舰 按照时间计算 这个时候 伊朗军舰已经到英国家门口了 此前 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后 在去自己在波斯湾的驻地 巴林港口时 就闯了一回霍尔木兹海峡 明明白白的对伊朗挑衅 那是何曾想到 现在伊朗是如此霸气 一出手就是杀招 把自己12万吨的准航母 都开到了英国家门口 不过光是把军舰开到英国家门口 这可不算是什么杀招 真正的杀招 还是要说到这两艘军舰上携带的武器 要知道 默克兰号作为海上基地舰 12万吨的排水量可不是吹的 足够携带至少10万吨的 燃油和淡水之类的物资 同时还能停放多架直升机 更重要的是 按照北约的说法 这两艘军舰还有一个致命的能力 那就是投送无人机和微型潜艇 伊朗这么多年被美国压制 却还依然能够不断成长 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 甚至在每次受到美国支柴和打压的时候 都会举起自己的武器打敲美国 美国驻伊拉克的领事馆常年会响起的警报声 就是伊朗的反击 所以英国挑衅了伊朗 也不外乎伊朗军舰杀到英国家门口了 要知道伊朗军舰可是连夏威夷都去过 小小的英吉利海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得不说伊朗做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伊朗不是专程去找英国麻烦的 主要还真就是顺路而去 据悉 伊朗的这两艘军舰收到的俄罗斯邀请 将会在7月25日的时候 在波罗的海参加俄罗斯的海军阅兵式 但是参加一个阅兵式需要携带武器吗 很显然伊朗这是另有目的 目前北约对这件事可以说是紧张得很大 就怕伊朗用这些武器做些什么事 甚至还担忧 伊朗会把这些武器运送到委内瑞拉等地 所以在伊朗的两艘军舰穿航应激利海峡的时候 北约可是触动了不少人进行监视 不过不管怎么说 伊朗这回算是严正的调明态度了 谁都不要惹他 不然就必然要谁好看 对此中国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美日英调戏行为一再加量 中国至少需要回敬一下了 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霸主地位的巨大威胁 持持各种手段来遏制围堵中国 在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上也是不断插手 并且将台海问题当成其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 作为美国的忠实追随者 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紧紧地跟随着美国 面对解放军带来的压力 美国与日本深知 目前他们在台海地区的军力 是无法与解放军向抗衡的 所以他们正计划着用五代机来对抗中国空军 以达到他们卫台的目的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空军25架F22战斗机 已经齐聚关岛以及周边地区 将参加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 这是美国历年来动用F22数量最多的一次 美军如此大规模地增派F22至亚太地区 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为了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空军 据其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多达百架的歼20 这对亚太地区的美国空军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而日本也紧随其后地宣布 未来将在位于九州南部的新田园基地 部署大量的F35B 据日本媒体报道 截至到2025年 日本一共将在新田园基地部署20架 具备短场起飞垂直降落能力的F35B隐形战机 加上南部离岛基地和改装过后的出云舰 将极大的增加解放军完成统一的难度 而美军F22将会在未来台海发生冲突时 很可能第一时间进行转场 与日本的F35B会合 组成五代接联合编队 决心共同进行卫台行动 虽然新田园基地距离我国台湾省 最近距离只有100公里 却也存在风险 国际太平洋论坛专家葛洛瑟曼强调 新田园基地不是万能的 虽然部署F35B在新田园 能够第一时间插手台海 但也将面临着解放军最直接的攻击 并且在这里 精密复杂的F35B很难得到良好的维护 每日能想到的 解放军自然也能想到 F22和F35B具备隐身能力 但不太可能全天候地在天上飞呀 平常也是待在机库或者停机坪上 和普通战机无异 这就完全暴露在解放军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东风家族的实力相信大家都知道 解放军完全可以在其没升空之前摧毁他们 就算在每日反导系统的保护下 部分战机幸免遇难 但别忘了 不仅仅每日拥有五代机 中国一样拥有 到时候 歼20和F22以及F35B免不了要较量一番 不过在台海地区我们拥有主场优势 我相信在这个五代机大战里 胜出的一定会是我们的歼20 这并不是在自吹自擂 夸大我们歼20 美日对台湾的重视程度不如我们 美国著名专家贝克利也坦言 他认为台海博弈最后胜出的一定是中国 因为美日虽然希望插插台海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决心于中国决一死战 而中国却能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确实 统一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美日如果真敢插手 那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 铸成的钢铁城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奉劝美日两国能够看到这一点 不要与团结一心的中国人民为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